到底呢现在呢算不算是股灾 其实呢你看到过去的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 影响的呢都是亚洲的国家 美国呢就没什么影响 然后呢到了2000年 2000年呢是美国 美国的这个.com bubble 当时呢也是就是整个market crash 科技股呢很多都跌90% 后来呢就到了这个2003 也是有一些比较小的crash 然后最大的呢就是那个2007、2008的 subprime crisis 次贷危机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最近呢就是2020年的COVID-19的crash 然后呢到今天 so在这边呢你们懂不懂这一次 这个crash的名字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crash哦 它都有一个名字 所以呢这一次呢 market bear market呢 什么名字 有了吗 有名字了吗 可能还没有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讲 亚洲金融风暴 .com bubble COVID-19 每一个都有 所以这一次呢还没有 所以你讲熊市呢已经完了吗 应该是还没有完了 因为通常这个名字就是完了的时候呢 它才会出来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聊一下先 这个market呢到底有多糟糕 美国股呢crash的最多的是哪一些股票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股票呢叫做coinbase 这个呢从2022年啊 所以11月到现在呢 它跌了多少 80% 82% 所以82%多不多 如果你把一半的钱啊 放在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呢跌80% 你输多少 你的户口呢就输一个40% 如果你把你所有的钱放在这个股票 这也是就是crypto的股票 PayPal呢 PayPal跟这个crypto没有关系 没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 不过PayPal呢 你觉得多不多人长期持有 所以PayPal它从一年前到现在呢 跌了一个差不多75% 当然你也是会看到有其他的 好像这个meta platform 就是Facebook嘛对不对 所以Facebook呢 它也跌了一个多少 67% Adobe Adobe有没有人是长期持有的 基本面的朋友有没有 Adobe呢都要跌一个57% OK AMD呢也是呢就是从这个高点到这边 差不多一个63% 所以呢 简单的讲 你买这个股 你买那个股 你买这个股 你全部买买买买买买 如果全部都一直hold着的话 阿嘎阿嘎啦 输一个50% 正常嘛 其实是蛮正常 如果你是在去年进场的 你没有卖 你后者输一个50%呢 哇不是讲很难耶 因为这些股票呢 不是呢 我们所谓的烂股耶 这个股票 Adobe Adobe呢是monopolize那些design的 就是讲 它是一个接近的monopoly 它的software 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暂时啦 全世界啦 没有哪一个software呢 敢讲 它可以取代Adobe 所以连它呢都要跌一个60% 没有一个company呢 敢讲呢 它能够取代Facebook 虽然是有很多人尝试去取代 不过呢 有没有人敢讲 它已经成功取代了 这个Facebook 没有 AMD啊 Facebook啊 Adobe啊 这些呢都是呢 大家很喜欢的股票 所以呢 一个熊市是什么意思 就算那个股票呢 是很好 很赚钱 很有潜力的 它呢都没有办法呢 就是不跌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呢 所谓的熊市 对于很多人来讲呢 就是讲 哇 这个是一个机会呢 以便宜的价钱呢 去买这个股票 所以当然 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 然后你又很有眼见的 OK 这个时候 当然你可能会抓到一些 哇 以后会翻倍的股票 不过呢 现在呢 我们还是以一个 非常小心的方式啦 我们去看这个market 所以当然呢 有其他的 好像这种百度啊 这些呢 就不一样 这些是从2021年呢 它就从这边呢 跌跌跌跌 跌了70% OK 我带你去香港 香港呢 最多人买的股票呢 就是这个腾讯 所以呢 腾讯呢 你从2021年的3月 它就开始掉了 我跟你讲啊 腾讯呢 它从来呢 就是没有这样糟糕的 为什么呢 它从2004年呢 1块钱哦 就起到了这边 2021年的700块 今天呢 它从700多块呢 跌到了这个240多 250 少过250 就是想买腾讯 容易不容易 腾讯呢 很容易买嘛 对不对 每个人都会买嘛 就算你不买腾讯 你买这个 所谓的AIA 你买平安 都要输钱 这些呢 都是很多呢 中国人 一定会买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平安呢 从它的这个 2021年的高点 跌下来 跌了一个 差不多60% 所以在这边呢 不一定是科技股 因为这些 所谓的平安 它也是掉的很多 整个market呢 它现在呢 是属于一个熊市 例如这个 这个是 利亚多 利亚多呢 是什么 做车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哇 从这里 7月到现在 10月 短短的4个月 它可以跌 50多% 这些什么JD啊 以前呢 很多人讲是 可以买来退休的股票 OK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呢 它跌的很多很多 美团也是从这个 高点呢 跌到最低的时候呢 有跌70多% so overall 这个就是 现在的一个情况 当你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可能会觉得 就讲 哇 我没有输这么多 这个呢 就是 我觉得大家呢 可能要去看的 一个东西 至少你可能 没有套在这个股票 不懂要做什么 对不对 OK 你看这个香港交易所 所以香港交易所呢 是一个蓝筹股来的 它也是呢 就是呢 从这里 2021年 一路呢 就是跌跌跌跌 跌完了吗 今天是不是最低点 是不是转弯的地方 感觉上 好像还不是啦 所以只要呢 我们还没有看到呢 这样子横盘 或者是没有这样子的 大反弹 其实呢 你看不到呢 一个底部 所以有很多的 这些股票 香港的 美国的 其实呢 现在的就是 跟你讲 很糟糕 这两个月 它们都是跌 30% 这样子 然后呢 最近 我想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呢 这个Earnings 所以呢 这个星期呢 它的Earnings呢 有很多大的公司 像今天是 Bank of America 一些银行 然后呢 如果呢 你去看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然后呢 又更多 Goldman Sec LMT Silvergate 所以有很多大的公司呢 它这个星期呢 都有这个Earnings 我觉得就是要 特别特别的小心啦 如果啦 OK 我们看到 这个股票是红色 这个股票是红色 就是Downtrend嘛 对不对 Downtrend 它的Earnings 通常是Gap Down啦 就讲 你看到这个Gap Down 它都是红色了 它才Gap Down 蓝色 比较容易Gap Up 不过不是100% 所以什么原因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公司的Earnings 是很好啦 如果你是大专家 你是那个Fund Manager 你就会去买了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呢 你看到这个股票 一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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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Tesla 它有Earnings的话 要特别小心 因为呢 如果这么好的Earnings 这么好卖那个车 它应该现在开始起了 BeforeEarnings 它要开始起了 所以如果 你看到呢 有很多的Earnings 要出来了 整个Market呢 都没有起 其实呢 应该啦 这一次的Market 可能有很多的这个Earnings呢 是不好的 可能会有很多的Earnings Expected to be No good Expected to be no good 因为你看到最近的Selling 它没有很大的一个反弹 所以如果呢 大家是觉得好的Earnings的话 这样子应该要 哇 庄家快点去抢票了 好的地方呢 就是呢 马来西亚呢 其实呢 它的股市呢 是比这些美国 香港 中国呢 来的好 OK 所以恭喜大家 你们在的这个市场 算是呢 整个Market 其中一个呢 比较strong的这个Market 请不吝点赞 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